好 看到是屏東女店員 遭男子挖眼的恐怖事件 現在讓全村生活都陷入恐慌 因為這名男子呢 他已經不是第一次了 現在他的惡行也遭到起底 之前曾經把一隻狗活咬死 在6月底的時候 還持刀砍殺了一名72歲的阿嬤 現在對的女店員來挖眼睛 但是男子呢 是衛生局的列管對象 反覆強制收治又出院 現在這個社會安全網是不是出現一個大漏洞 包含了衛生局警方 更是錯過了兩次的預防機會 現在在潘孟安他的臉書上 寫著十分遺憾 但是也遭到民眾給灌爆了臉書 女店員遭男子鎖喉被壓在地上 遭男子瘋狂攻擊 徒手狂挖眼睛 女店員雙眼瑜琴流血鼻鼓斷裂 一眼視網膜不落 另外一眼恐怕失明 星期六準備開刀 村民指控恐怖的攻擊事件 已經不是第一次 六月底才持刀砍傷72歲阿嬤 阿嬤進部腹部都有刀傷 當時男子也是遭警方上銬 但男子是衛生局列管對象 強制送醫後沒多久又出院 攻擊事件一再發生 造成那個心裡怕怕 這種東西就是不定時的炸彈 打得很憤慨 幾乎全村的人都知道男子是冠犯 更曾經把狗直接活活咬死 黑歷史刷一整排 這回把女店員網死裡打 社會安全網明顯有漏洞 對社會安全網的補強 我們你會真確的來檢討 蛙眼男子接連失控 衛生局警方政府部門 措施兩次預防機會 讓女店員成為第三位受害者 縣長臉書被罵翻 男子不是第一次攻擊 醫生怎麼評估出院的 是不是出了人命才要檢討 現在村民自救發起連署 希望讓男子永遠離開 這張春華評論報導 台北市道 去25號晚間出現一名 行為怪異的阿伯他手持了抗議的 看滿故意擋在車道 不讓附近的駐路通過 員警接獲通報之後趕到現場 但是阿伯不願意乖乖的配合 最後沒有辦法 警方在當場直接使出大外哥 將他給壓倒在地 那附近居民就說了 其實他可是社區的頭痛人物 大家都認識他 因為他到處來塗鴉 甚至也曾經亮刀恐嚇 現在狼狽被逮捕 居民終於可以鬆了一口氣 紅綠燈好 紅綠燈耶 頭帶壓手冒的阿伯手拿看板 變稱是在停等紅綠燈 事實上是在阻止住戶車輛 進入大樓 我可以說 你先射起來 把他在旁邊 警方接獲報案 兩名員警合力將男子壓倒在地 但男子不斷抵抗掙扎 員警只好使出大外哥 將男子壓至上銬 事發在台北市大同區 25號晚間 黃心男子突然開始作怪 舉牌擋住用戶車輛 甚至不願配合警方 雙方才會發聲拉扯 狼狽招逮 據瞭解這名鬧事的王姓男子 自稱空軍少衛退伍 疫情期間卻突然性情大變 騷擾塗鴉樣樣來 成為社區的頭痛人物 事後警方依妨礙公務罪嫌 將他逮捕 讓居民頭痛的惡鄰居 如今終於落網 居民終於能夠鬆一口氣 記者黃玉俊猶桃 台北三方報導 黃玉女朋友令傑心歡 火童姐夫冠罪女友之後 把人載到身上 用槍決的方式槍殺女友 開槍的吳姓姐夫在今天二審宣判 維持無期徒刑 而一審逃過司法被判無罪的死者男友 公的法院不相信說他從頭到尾 都是亂罪不知情將的說法 因此在二審改判 跟姓夫共同殺人棄屍 紅心男友判刑12年半 但是全案還可勝訴 24歲女子去年慘遭三強弊命 被丟棄在新北市三峽山區 撲續18天開槍涉案的吳姓祝先 救救死者男友的姊夫 替小舅子教訓女友 鬧出人命 如今被高原判決無期徒刑 依舊逃過死刑 但原本禍判無罪的死者男友 被認定有罪 該判12年6個月徒刑 連貼臉曾留下親密合影 賴姓死者當時參加男友親身趴 卻被紅心男友懷疑 與他人曖昧 合罪後被載到山上槍殺起虛 案件開庭時 開槍的吳姓祖先宣稱是續槍 不慎擊中否認殺人 但法官認定死者正面遭射擊三槍 左大腿槍傷 致出血性休克死亡判處主嫌無期徒刑 另外洪信嫌犯 堅稱案發時沒有下車全然不知情 則被法官認定 無證據證明犯意獲判無罪 但檢察官認為主嫌量刑過輕 洪信嫌犯也應該有罪 上訴高原 死者生前說要買宵夜 卻再也沒有回家 家屬最後只等到屍體悲痛萬分 黎博特市 吳姓祖先雖然坦誠開槍 但仍否認要殺人 讓法官也忍不住斥責他 每次授詢訊問說法都不一 到底哪次是真的 最後判處吳姓祖先 圍取吳祺徒刑 洪信男友反被認定是殺人共犯 改判十二年六個月可上訴 三槍刑刑是槍決 死者慘死還被棄拾 如今洪信男友被認定是共犯 無罪便有罪 這下恐怕也別想再消遙法外 就綜合不懂 bitches 再次廉終告 終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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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貉兒 aside 終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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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